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节目 大盘今天跌了91点 大涨739年之后 连续三天的拉回 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个开平震荡压低 几乎说最低的格局 今天是跌91点 大盘这波上涨739 连续高档拉回三天 目前今天算是一个跌比较深的格局 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架构 当然大涨一波之后的拉回 尤其涨很多之后的拉回重挫 那更会让很多人感到恐慌 我记得前几天 有一个总统会员刚刚加入 就打电话进来说 他要买股票 今天如果不买他就要退费 我跟夫人说就让他退费吧 他后来又不想退费 他希望我带他做 他希望带他做多 但是我拒绝了 我这个地方不要最多 要不然就放空 后来带他放空了破了威 其实为什么我这样做 或许就说 有时候我看到小孩子在那边吵 有时候我们家里小朋友会吵 明明他咳嗽了 已经感冒了 看到人家吃冰淇淋一直哭 我要吃冰淇淋 我要吃冰淇淋一直哭 车上哭的天翻地覆 就是要吃冰淇淋 小孩子不懂 那怎么办 照他意思去买冰淇淋给他吃 那咳得更严重 快咳死了 不行 所以观众会员也是一样 他不一定 他很有钱 因为他在某些事业上很有成就 他是一个大老板 可是他懂股票吗 说真的他不懂 他没有很多钱 口袋钱多的是 他懂不懂股票 他不懂 不懂他拿到钱 就是要来买股票 但是我说这地方不能买 他要非买不可 还威胁 不然他退费 退费就退费 有什么了不起 我收那么多会员 哪会差一个 但是我要跟他教育 这个地方你不要追 要小心 所以我最后带他去空一档股票 我看他实在是 来 为什么 你看这里特写 涨到这里 高档开始出现卖出讯号了 这是什么追啊 你告诉我 不能追啦 不是吗 所以不是会员想要做什么 你就要顺着他的意思 那如果今天良心道德比较低点 反正你交钱 你爱买我就带你买嘛 我带你买台积电好了 反正跌也跌不深 就没道德 这种事我一向都不敢做 我做每一件事都是摸着我的良心 不管在台面上台面下还是一样 每一件事我都摸着我自己良心 不会去违背 应该有的基础 来 我们看这个事件 今天的苹果日报头版 顶心就是味犬 摻了大同的油 大同油当然是有问题 那已经六年了 这边中了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下得很重 说良心喂狗 良心叫狗牧起 良心喂狗 这么多的食用油 卖给我们吃的油 这可能是卖给我们家里吃的 可能是卖给小吃摊 可能是卖给餐厅 所以我们去餐厅吃的饭 都是加这种劣质的油 伤害了我们国民的健康 生意还做很大 所以苹果日报下这个标题 下得很重 但是我觉得还好 也蛮贴切的 良心喂狗了 是荣心叫狗牧起来 六年了 说这很糟糕 你看 这边说如果你是蓄意诈气 要罚三亿 这不是光罚三亿 可能还有刑责 还有刑事责任 低价买黑心的油 然后转手就赚一倍 买黑心的商品来 销蒙 欺蒙 这个消费者 说在社会上乱象很多 不是光这样而已 对不对 你看这个 卫家兄弟和高正丽 没什么两样 讲这话多难听 对不对 你们卫家四个兄弟 都赚大钱都租地宝 可是你们跟高正丽 有什么不一样 都一样 看这个报纸登出来 登在苹果日报 你看多难听 住在地宝又怎么样 我们还是看不起它 很简单 你为什么卖黑心理 那你卖黑心理 去住地宝 还是垃圾 还是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我说真的 我看不起这种人 那我们看看卫犬的股价 跌点板 昨天跌点板 在这里 今天 看第一走高 但是跌很深 你看爆量 那你看这里 几乎啦 今天在这里嘛 那你看这里是不是以上全部套牢 你这三个月买进筹码的人 是不是全部套牢 那我们就股票投资来 我们就来思考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你避开这样的风险 我相信你也不知道大同 这个卫犬 摻了这个不好的油 你也不知道可能良性有问题 良性给我搞破掉 你也不知道 可是你买他的股票 你受伤了你不愿意 那有没有什么迹象 有没有什么征兆 可以让你早点离开这种公司 不要去买这种公司 不要去产生赔钱 他做不到的是我们会员股东 你买他的股票 还要跟着他赔钱 干我们什么事啊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迹象 可以让你逃开 这样的一个伤害 来 这是一般的K线 我们看股神系统 有啊 特别 这很久以前就出现 卖出讯号啦 这不是一天啊 有没有 现行早就不对了啊 这不对很多很多天啊 一天两天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三四最少15天以上了 所以你半个月前 你就应该把胃权卖掉了 这才是对的啊 那我们看今天把事件搞得那么大 最近说真的 国内食品安全真的很糟糕 好像什么状况都有 一会儿舒嬅机 一会儿这个有的问题 好一大堆状况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两个字啊 出了问题 没有诚实没有诚信嘛 那如果今天有诚实 为什么会去卖这种假油 就是没诚实嘛 没诚信嘛 所以啊诚实才是最佳的依靠 这句话我永远放在我心中 我记得有小时候 有些啊 那个乡下 载一个脚踏车 农人啊 搬拔辣 翻石榴 放在车子后面 骑脚踏车到我们村庄来卖 因为一进去啊 到停一下 很多人都围过去买 那有人啊 就在上下骑手 脱载一个 然后放在口袋 那我在旁边看到了 那是我邻居哦 我就跟那个卖芭拉奖 你卖芭拉 哎呦给你讨厌 那是我邻居 我照样检举他 怎么快做这种事 龙人重这个很辛苦 你要嘛就跟他用钱买 你怎么可以偷人家东西呢 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正义感 所以很多事 我们这社会有那么多乱象 很简单就是没有诚实啊 如果有诚实 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产生 所以张礼民上电视 现在13年 有一张字卡非常重要 这是我很久很久已经就讲了 诚信宣言 任何一天任何一笔 绩效造假全额退费 张礼民上电视的任何一天 不管是现在 不管是过去 不管是未来 我绝对不会拿假绩效上电视 诚信宣言永久有效 我绝对不会违背 永远都不会违背他 我持股一定五档以内 贷进就一定贷出 我股票没有出托 我传日稿一定会交代 这是五档股票 我绝对不会说 我会员买六档买七档八档 一天买三档 一个人买二十两百档 不会 这种事我不会做 会员乱七八糟 所有会员买一个股票 拱一个股票 总统会员先买 买完特别会员再买 买完普通会员再买 用低等级会员去帮高等级会员抬教 这种事我不做 所有会员一起叫出 让股票蹦几跌 这种事我不做 会员本来就应该分等级 有的股票 大力光 那普通会员 他资金比较少 所以他参加普通会员 他怎么可能去买 900多块的股票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所以会员本来应该有适当的分等级 这是对的 但是不能用不同的等级 去拉其他会员的股票 更不能一个股票出场 全部会员全部出托 让股票这样蹦几跌 跌停摆卖不掉 这都是不对的 这边 那更不要讲把会员什么 特一特二特三特四 就是发假扣讯的意思 你参加特别会员的 缴30万了 但是老师电上讲股票你没有 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是特一 还有分呢 那怎么才有 再缴50万 因为那是特二操作的 特一没有 50万缴进来本来30就缴80万了 明天老师讲出来股票你还是没有 为什么你特三买的 你特一没有特二也没有 只有特三有 那特三的股票要多少 100万 100万在缴进来缴180万了 30万50万又100万180万 明天老师电视还是涨停板 但是你还是没有 为什么特一没有特二没有特三也没有 为什么那是他特四的 你怎么跟他玩 那就欺骗蛮简单就是欺骗啊 之前有人这样欺骗 然后被西门丁 被挂一个很大的看板 然后被告诈欺 所以很多花招的时候 这种偷顾也很糟糕了 很多弄了那种东西来骗人 我觉得很不应该 所以早就看到这种迹象 我在公开这边呼吁诚信学年 不要用假东西来骗观众 不对 不应该也不可以 对不对 跟有的事件有什么两样 最后一档股票 张一鸣一辈子没有买过 一辈子没有买过 我上天13年我没有买过这样的股票 叫陈宏 TPK陈宏 我一辈子没有买过陈宏 没有看多过陈宏 没有叫大家去买陈宏 放空过很多次 放空过很多很多次 做多没有一次都没有 陈宏 一辈子我都没有买过陈宏 多单 空单很多次然后放空很多次 做多叫大家去买 看好陈宏 一次都没有一生都没有 没有 很多人说为什么你那么讨厌陈宏 这是749期的金座干 一个信箱挤进台湾50家上柜上市公司 好吗你就这样对不对 一个信箱这个信箱 有50个上市上柜公司在里面 你觉得有可能吗 那请问这什么公司啊 陈宏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不买陈宏对不起很抱歉 我不做陈宏要么就放空 原因在这里 有些人问为什么答案就在这里很简单 你自己想这样是对还是不对的 为什么要是这样 设在开曼群导嘛 KY开头股票嘛对不对 F开头股票都是一样 设在这里然后一个信箱给你挤进50家上市上柜公司 那请问这在做什么 这逃漏税啊不简单说白就这样嘛 有什么好讲对不对 跌停板跌停板 你想想看如果你去买陈宏你伤得多重啊 你会不会觉得你很不应该去买这种股票 你会不会觉得你赔这种股票很不值得 投币你会不会觉得你早上应该听我的话看我的节目 你不应该去操作这种股票 可是你操作了啊对不对 那当时在高档你为什么去买 答案很简单因为你一定看到很多利多 很多报纸利多你去买的 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啊第一季 陈宏赚14块1第二季9块5 上半年赚25块 投币台湾第二家赚钱的公司叫做陈宏 上半年前半前两名 1599家公司的第二名 天哪那很了不起 陈宏对不对 但是股价也在高点了 你看到这么多利多的时候股价也在高点了 在这里那你就买进去了 你之前在那边算啊因为前半年25块 那一年赚50块啊 那50块本利比如果10倍股价就是500块啊 你自己在那边算那算 然后自己在那边算很开心 觉得很有把握然后就买了 本利比很低啊就去买了 买完之后呢这就是你得到的教训 这种教训以前有现在有以后也会有你放心 很多人还会一样不断不断踏入这种陷阱 虽然我常常在这边讲 但是很多人都听不进去没办法 明明知道有风险而去买叫愚蠢了 但可惜的是什么 大部分投资人在买金的时候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愚蠢还是聪明 他都以为自己很聪明 最后证明自己是愚蠢的 可当你知道自己是愚蠢的时候 对不起你要跌72% 你一定要缴72% 100万要赔720万来得到这个教训 来不及了 你可能钱都赔光了 为什么跌很正常啊 你看到这个资料你就为什么会跌很正常啊 为什么跌很简单啊答案不在这里嘛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报纸的时候 11月4号在哪里 11月4号在这里啊 不是在这里啊 你这里看不到这种消息的 你在这里看到这种消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你要赔72%了 你一千万要赔到720万了 那请问在高档的时候难道没有任何迹象吗 我不相信没有 只是你看不出来你没有察觉 你不知道而已 你会听很多基本面大饼 然后跟你画画画然后你去买了 你还摊平加码 中间还做很多动作错误的动作 所以为什么张以敏在电视上一再跟他讲 我只讲趋势多空 我不会在基本面上画大饼 基本面你掌握不到的 上半年赚钱下半年代表他赚很多钱嘛 不一定搞不好赔钱呢 对不对 但是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不讲基本面很好 你什么时候看张以敏在那边讲 哇基本面多好多好 现在怎么样EPS多少25 明年到年底一整年EPS会50块 本利比很低我从来不讲这些话的 为什么 很简单我不讲 我不讲这个基本面大饼 基本面上半年赚钱下半年有可能赔钱 可是你不一定知道啊对不对 所以我只讲趋势多空 赚空我就空他 我不会跟他客气的 客气干什么 有没有跟你讲这个问题 股票是买他的未来 过去赚钱不代表未来赚钱 上半年赚钱不代表下半年赚钱 所以你不懂这个道理股票你怎么会赚钱 趋势多空怎么研判 当股价在高档的时候 这很高哦 在这里 看到了吗 这里就是这里 是600多块598 你看到这里有问题吗 一定看不出来的啦 你知道股神系统跌破了吗 你看到的是基本面很好而已 你不知道你去买你就完蛋 后面这段就是你赔的 张爱民只讲趋势多空 所以当他转空了 来 在这里高档你看不出来哦 我看出来我叫他转空了 所以当他转空的时候 我会做什么动作 我就放空他 我不会客气我就放空他 还不是空一次空了好多次 对不对 当然可惜的是补了早一点 没有赚到很多 说真的一点可惜 但是毕竟做对了 绝对是做对了 第二个 我的任何一个会员 没有去买陈宏 任何一个会员都不会去买陈宏 因为我常常讲 陈宏转空不要买 讲很多很多次 不是讲一天而已 虽然他们赚到这个股票空单 赚的不多 那毕竟是赚的啊 第二个他没有赔到这个股票的钱 因为他不会去买 再三叮咛不可以买陈宏 他不会去买 我会讲陈宏转空了不能买 他们不会去买陈宏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功德无量了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你可能是买很多很多的陈宏 对不对 你可能买很多 那跌下来到底没有任何知觉吗 我不相信欸 说真的 一档股票跌72% 如果你学的任何技术分析 任何指标任何方法 都没有告诉你这档股票你要走 你也不用学了 这都不好 这绝对没有效的 我不相信也有这种东西啊 跌72%怕跟你说OK的没问题的 不可能啦 中间一定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趋势转空啊 转折啊 这个指标跌破啊 等等一大堆 但是你就是不愿意卖 或许你也想卖 可是你缺乏一个力量 你也觉得怪怪的 可是你缺乏一个什么力量 凌门一脚 对不对 或许你想卖你想觉得不好 奇怪怎么赚这么多钱 怎么股价一直跌 你觉得怪怪的 你想要做这个动作 想要把它卖掉 可是缺乏一个力量 什么力量 凌门一脚 你可能去问了你的老婆 问了你的先生 问你你先生老婆又不是福音师 他也不懂啊 福音师很多也不懂 也带会员去买一大堆套一屁股啊 对不对 你可能问了某某人 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毕竟他不是真的很厉害的人 他也没办法给你一个赞同 你可能买100张 我这一个决定可能相差好几百万 他不能跟你说好或不好 你自己参考 他不敢跟你讲 所以你缺乏一个什么力量 在最关键时刻 你一定会感觉不对啦 对不对 你不可能不知不觉 怎么可能跌七十二怕 你不知不觉不可能 或者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地方你觉得不对啊 股价怎么这样 不对了 让你想跑的时候 缺乏一个临门一脚的力量 缺乏一个人给你推 而且是稳健的扎实的给你推出去 没有错 卖掉 支持你 肯定力量 卖掉 缺这个动作 光缺这个动作 你可能就要赔好几百万 甚至好几千万 这动作有这么困难吗 我是觉得不会 这有什么困难 只是你没有方法 没有技巧 对不对 没有人给你推一把 所以你最后做错了 说这我觉得很可惜 那这动作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 点一个灯的动作 这到底多简单 我们来看陈宏好了 这到底多简单 你看陈宏有什么格局 你看陈宏有什么格局 你看陈宏 到底什么格局 这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空啊 包含到今天 5号都还是空啊 任何的格局 没有改变就是空啊 一个方向而已啊 这边翻多下面还是空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 你根本就不应该去买 没错啊 那这个多困难 你一秒钟你就看懂 这到底有什么困难 你要看懂一档股票需要多久 一秒钟 来你看来 是不是一看就懂 空头 翻多没有下面还是空 所以他还不是红棒 他还是绿棒 他这不对嘛 多简单一个动作 这么简单一个动作 可是你却没有错 你却忘了错 你却没有一个力量 稳定的支持你 除掉卖掉 不要买陈宏 很可惜 这个动作多简单 来 这是一个灯泡对不对 它不会亮 因为没有插电当然不会亮啊 那你把电插上去 它就亮了啊 那插电动作多简单 来摄影师 谢谢 这样注意看喔 就这样喔 对不对 插头在这里喔 我把它插上去 来 照灯泡 多简单 这样多简单 插的就有啊 就亮了 这有多困难吗 不会啊 我们再一次好了 你的灯泡不亮 就像你人生是灰暗 就像你股票做不赢一样 但是有一个动作 你做就赢了 什么动作 这插头在这里啊 来 把它插上去 插上去 对不对 那就亮了啊 灯就亮了啊 这灯不是亮了吗 灯就亮了很简单 就这个动作而已啊 有什么困难 一点都不困难 特别喔 你要看懂一张股票多空多简单 一秒钟就看懂了 这空头格局啊 你在高档你为什么陪在这里 如果当时在5月你会看不懂 不可能啊 这空头格局啊 上面很多卖出讯号 你怎么可能去买 中间下跌过程 没有任何一个买讯 你怎么可能去买 这需要多久 就一秒钟一个动作而已啊 跟插插头动作是一样的 再一次好不好 这个动作要多久 灯是暗的 你人生是暗的 你股票人生是暗的 怎么办法发亮 来 那就亮了啊 不是很简单吗 它不就亮了吗 在这边喔 这个动作就像什么 你地方拿起来打就好了 我要拥有张艾明的股神系统 电话打啦 待会广告就有啦 把电话抄起来 打进来就可以了啊 这动作有那么沉重吗 有那么痛苦吗 不会啊 能够帮助你的事 你为什么不做 这么简单一个动作 差上去的量 你为什么不做 这么简单一个动作 你买股票只能看一下 转空不要碰 这么简单一个动作 你为什么不要做 你做会不会对你有帮助 我相信会喔 我希望每个人都是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 你才能够人生旅途 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开心 有没有道理 又是在股票的人生里面 我们这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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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d Panzer L 有沒有 是不是太極 很多人找到被洗掉了 我知道 有沒有賣 當然沒賣 公額太極又漲停買鎖住 創新高價 大家恭喜 兩代銀賺10.6了 續爆 續賺即可 來 哇 好漂亮喔 你要去哪裡找這種線型 真的很難找 不會啦 股成系統一大堆 所以買股票真的有那麼困難嗎 不會啊 就這樣啊 你買這種股票多開心 今天不是就創新高了嗎 怎麼挑 怎麼選 我在投資人100問裡面 第24問裡面有講 這裡面資料都有講很清楚 書上光碟片都有 怎麼挑 怎麼選 用這個方法你就會找到太極 有沒有 哇 原來是最強的股票就在這裡 漂亮喔 當然漂亮啦 投票來 人生很多 重要決定啊 是需要臨門一角的 後許你陳宏沒有跑 你中間一定會覺得怪怪 可是你沒有跑 很可惜對不對 最後賠了很多錢 後許你想買太極 可是你不敢買 長那麼多怎麼追 那低檔那時候你又錯過了 你想要去買太極 可是沒有人跟你推啊 沒有人跟你穩定 沒有問題 太極就是買 你100張就進去了 當然沒有人跟你講太極你看喔 喔買一張 怕怕的 喔待會點到沒有 怕怕的 所以關鍵時刻這個力量 推的力量 靈美一角的力量多重要 太極不用怕 勇敢進場 買進 哇 100張就買了 陳龍不對 出場不要懷疑 好 陳龍賣掉了 你避開風險你也賺到錢了 你缺什麼力量 靈美一角的力量 怎麼樣 這靈美一角的力量你沒有找到 股票上你永遠都是沒沒收的 懂意思嗎 這個力量你一定要找到 怎麼找到 待在廣告中電話打通就可以了 你可以期待也可以不用等待 你可以跟我同步擁有股神系統 我們進到這裡 明天再見 本部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有些事情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 能活下來需要運氣更需要勇氣 謝謝大家讓我們有了新家 這年來是不見斷的加油 陪我們一起走出陰影 四年了謝謝大家 我們會繼續努力好好生活 因為有愛的地方就是家鄉就有力量 重建新居 重建希望 大於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誌負專線0222500